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薦任何股票 那我所論述的股票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不要去買賣我會員的股票 好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整個大盤 因為今天MSCI收盤又盤後生效 那其實他把整個大盤帶出另外一個新的格局 也就是告訴各位什麼會是主流 好 看這裡 各位你看到這裡叫1.25分 你看到1.25分的時候大盤才漲3.69 看到1.25分 最後一盤有辦法把它拉到93點上來 你看最後一盤是不是 最後一盤在這裡你看著這裡 看著是不是 它是不是漲了93點 減這個3點是漲了90點 是不是漲了90點 這最後一盤 那各位來看最後一盤的量有多大 各位 最後一盤 你看 等於是最後一盤的量把它拱上來 看到最後一盤多少 6191 把它全部往上拉 那本來大盤是跌的 最多跌了188點 單單最後一盤就拉了90點 那為什麼這樣子 那叫7四 7四如果是多頭 我常常講 7四如果是多頭 你就要做多 7四空頭 你就不用做沒關係 你就看看就好 好 那為什麼是多頭 來我們看這裡 8天以前我就提醒各位 這叫大盤 這叫台積電 好 來我們往下看大盤 是不是 上個禮拜這裡出現買進信號 我就跟各位講16248確率低點 股票市場其實很簡單 當他出現買進信號 他就確率低點 就好像這裡18034 出現賣出信號確率高點 好 那確率低點以後 你就不要去預設高點在哪裡 除非未來出現賣出信號 好 我們來看台積電最準 各位 6月以來買台積電的人 全部賺錢了 全部喔 6月以來 除非你真的很厲害 你買到615 除非你很厲害 好 那你看今天在這裡 那為什麼 你看這裡551塊 是不是我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買進信號確率 551就低點 你們不相信沒有關係 可是他股價就是要走他的趨勢 6月以來應該講說 不要講6月 連5月以來買台積電的人 全部都賺錢了 全部都賺錢 而且台積電是比大盤還要領先大盤 因為大盤18034的這個位置 就是台積電615塊 台積電已經 也就是台積電已經快要跨越大盤18034的這個點 好 我們再來就看我們會的股票了 好 你看長勝 6月7月長勝 從6月2號出現賣出信號 確立492.54低點 好 這個時間他都沒有緩彈 好 我們看回來 你看 大盤 有賣出就有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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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台積電一樣 有賣出就有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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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就在趨勢 也就買進信號出現就是多頭 就趨勢 這叫趨勢 好 那長勝 上個禮拜出現買進信號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263確定是低點 263不會再跌破了 要跌破除了未來出現賣出信號 假設沒有賣出信號 263永遠都是低點 那會漲到哪裡 漲到哪裡 那你就未來要有故事啊 現在唱過時 我不能講那個怪力亂神 不過各位去想一件事情 因為長勝他做的是 癌症信號 免疫細胞 包括新冠肺炎 你想到什麼 來這看你變了 來看這裡 長勝UMSC01治療重症 就是COVID-19治療重症 而且他已經第一期第二期了 好 他在去年的8月 就經過美國FDA的核准 好 進入第一期第二期 而且他在今年的8月 已經一年了 向美國FDA提交年度報告 而且他在上個月7月份 就有給台灣衛福部查查 而且台灣也開放臨床試驗 那這個他的療效怎樣 要看療效 要有用啊 好 五位病人已經平安出院 恩慈療法 我剛剛講的 我們不能講怪力亂神 什麼叫恩慈療法 恩慈療法的意思就是 有一點癌症不是有一個叫安寧病房嗎 為什麼要到安寧病房你告訴我 為什麼 到安寧病房其實 就已經 就告訴你 算日子 算時間 那在安寧病房讓人 就是比較有尊嚴 或是比較不會痛苦 然後就離開 離開就是吃好死鬼 去吃死鬼 那你要聽到安寧病房 或是像什麼恩慈療法 你就知道 我常常講 這有的時候做 有時候生一股 現在7月嘛 不能講得太深入對不對 所以長盛有的時候看起來 我告訴你有時候我看長盛有時候 我每天看我看的會很毛 為什麼很毛 怎麼會 有人在賣股票啊 怎麼都有人一直在賣長盛啊 我有時候 看長盛會有一點起雞皮疙瘩 怎麼會有人在賣長盛 而且不斷每天都在賣 我一直想說他 他真的有股票嗎 可是有成家啊 那股票哪裡來 大股東是沒怎麼賣的 那毛錢 哎喲 就好像 我說 就覺得 裡面有什麼XXX嘛對不對 可是 農曆企業快過去了嘛 這奇怪 怎麼會有人賣股票啊 就 就 你想不到 有人在賣股票 就覺得很可怕 不是股票不好喔 就在 再看一遍喔 因為 他換了一個大忌 什麼大忌 恩此療瓦 他無謂病人 平安出院 也就是這些人其實應該講說 譬如說這五位病人 其實講應該 應該他的大數已到了 譬如說癌症的人 大數已到了 他的大數已到 可是 把這些人救起來 救活 你一想 我們如果說 我說不講怪力亂神 可是你一想 他是不是患了大忌 所以在這個月就 蠻詭異的 毛毛的 怎麼都有人在賣股票 那看今天 你看 連電腦都怪怪的 有點可怕喔 你看我 沒辦法打號碼進去 這打不到 打不進去 我看這裡好了 看這裡 來 各位 你們會覺得 都有人在賣股票 就 動不動就有人把它賣下來 動不動就有人把它賣下來 不是股票的問題 不要怕 不是股票 股票基本面沒改變 為什麼呢 我們看喔 反正看不出來 他的營收還會再上來 因為明天就會公布營收 我預估營收還是會重新高 包括來 包括明天 香港一家ICA資本公司 跟貴買要舉辦法售會 那我說他換了一個大忌 這冥冥之中就有人 我說 我說那叫邪惡好了 邪惡在賣 邪惡的力量在賣股票 我覺得很邪惡 不是股票不好 而是他剛好換人 因為他在救人 你要救人 救人就是 我們就是違反大自然的法則 這個人本來不能活 來看這邊 為什麼不能活 恩慈療法 癌症士奇 把癌症士奇的人救活起來 那個就是 我們就是 我講白了 你跟那個 跟那種在搶人 把人搶回來 把人搶回來 那你是不是換了大忌 所以我覺得 奇怪這種股票怎麼每天都有人在賣 那企業快過了 沒吃沒幾天 你還在看一遍 一檔股票 各位 我說我很少看到一檔股票 它可以這樣跌 從622跌到這裡 好 出現買基金道理 那是要公的 可是還是還沒公 當然 我說那個看不到 那種邪惡的力量在賣股票 股票不是不能賣 而是 那個會賣的人可能這裡面 我覺得不太正常 可是當農曆企業過了 他可能就開始要飆了 開始要飆 為什麼 因為陽光出現了 陽光就出現了 我說我不講怪力亂神 但是沒有理由 好 那我講的 來 我們看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叫昇華科 好 其實它的走勢跟常盛非常像 可是常盛是跌得很深 那為什麼講昇華科 第一個 台股在這裡 我再問你一遍 什麼是主流 今天8月31號 你想 明天看哪一檔股票 鎖先漲停的 明天 明天哪一檔股票 可能開盤就鎖漲停的 會是哪一檔 如果那檔股票 開盤就鎖漲停 那個產業或是 那個整個產業或是跟它相關的 就是主流 就會是主流 那為什麼來 為什麼給各位看昇華科 來 看今天 今天 14.05分 14.05分 就代表說它還沒 也是收盤了嘛 好 收盤的時候 昇華科 治療新冠重症二期臨床 其中數劑 DMC 也就美國的 美國的監察委員會審查通過 二期臨床其中數劑 昇華科 新冠會很重症 所以假設 如果昇華科明天開盤就手掌停 那 前段時間都在掌疫苗 那病人很多啊 確診 確診也是幾億人 都不用吃藥嗎 好 所以大家 因為 到現在目前為止沒有特效藥 再看一遍 到目前為止沒有特效藥 那什麼藥有用 昇華科 治療新冠重症的二期臨床數劑 DMC審查通過 那又回頭來看來長盛 我為什麼一直給各位看長盛 長盛治療重症 來 去年就 美國二月第一就核准 做第一期第二期臨床 好 今年8月向美國提交年度報告 然後企業查查 要查查 因為你查查 新冠會員 昇華科做的叫口服藥 就口服藥 口服的 那長盛做的是 類似這樣注射的 因為他是用 幾代兼職幹細胞 所以他必須 必須要有長 要生長 所以才要查長 那你看明天 來注意看 我說明天來 明天昇華科會怎麼樣 我們先看明天 9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來 昇華科是這樣子 從206跌到120 好 出現買進信號 又要反彈到這個位置 然後他在這裡出現賣出信號 好 有可能明天 又會再重新出現買進信號 好 那長盛呢 長盛是很冤枉 就這樣下來 一直到263 這樣跌多深 我說跌到我有時候會覺得很華異 為什麼 因為他這樣的跌是正常 這裡跌下來 反彈 然後再跌 理論上我常常講318 318 跌到318是一個標準的 我們叫做 他的走勢是很標準的 492到318 標準的 我們叫做等距離 ABC 可是這一段都超跌 而且超跌在這裡 摸了 摸了超過一個月時間 其實股票很簡單 下來你看 其實昇華客也是一樣 你看 從206這裡 下來就直接灌到120 都沒有反彈 然後有了120 反彈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大概175左右 120就反彈到175 將近180 將近5成了 然後下來整理 好 那今天有利多出來 他會不會跳功上來 然後來越過這個位置 也就是9月份的主流 我認為會是新冠會員的 就是藥 疫苗漲一段 再來就是藥 好 那等一下 我們再來回頭講 6、7億的長勝 跟疫苗 休息一下再回來 本節目不推薦任何股票 好 那我剛剛所講的 我說奇怪 那手機是嗎 長勝是有那個嗎 那我們來看長勝的 今天 來 從開盤以後 你從這裡開始看 一張一張賣一張一張 一直賣一張一張 一直賣 對不對 一直賣一張一張 來到了10.38 來一張一張賣 294、294 一直賣一張一張 一直一張一張 然後到最後 請問他今天收盤 不是低喔 不是最低喔 你看這裡 你看一張一張賣 從開盤沒多久 就一張一張賣 然後收盤的時候 反而 來 並不是收在最低喔 2965 各位 尾盤是有人把它買上來 可是盤中就有人 一張一張賣 你告訴我 什麼樣的人會一張一張賣 這裡不是高點 來 再看一遍 這裡是要反彈的點 結果在要反彈的時候 一張一張賣 哎唷 天啊 看得到高點 加兩順 那什麼東西 怕死人 一張一張賣 你那種 你一般我們 在賣股票 譬如你20張 就5張5張就把它賣了 你一張一張賣 從開頭把它賣到收盤 結果你不是 那個一張 不是說賣到最低 不是啊 今天外資只賣了20幾張啊 不是外資賣啊 那代表什麼 有那個喔 不過 大家不要怪力亂神啊 不要迷信 為什麼 因為我是盯盤的人 所以我看起來就很毛 那因為今天剛好是8月31號 最後一天了 因為明天要公佈營收 來我們看這裡 來 來 明天 早上9點 ICA香港 專雇資本 跟貴買合辦的所謂法說會 對 那我昨天給各位看嘛 因為第一家就是 3529的立望 立望是1600塊 長勝 聖益股的第一家 看多少錢 不到300 那你可以去想 會不會是因為 有時候想想 我跟你講 假設有人要進來買 要買很多 那你認為 來我們看這裡 來 嘗試在這510 好 現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好 從510到263 今天290左右 假設你 假設你資金 你是外資你很大資金的 如果今天把它拉上去 他明天不一定要買 每一個人的邏輯都怎樣 漲上去還要我買 所以那個 今天有人一張一張賣 就不讓它漲 一直不讓它漲 一直不讓它漲 一直壓壓壓壓 來 來 你看到一張一張 這 你如果看到這一張 你會生氣喔 你會不會生氣 欸 你有 像我 有時候我在看盤 因為我在盯個盤 有時候真的很想把那個 那個銀幕打掉 你要賣一次就把它賣 你20張就一次賣掉就好了 一張 賣完再賣一張 那是什麼 我說 那個一定是很詭異的東西 那我可以解讀兩個嘛 一個就很詭異 很詭異有一種耶 有人喔 有人賣股票多少幾次 我管你去那2千 3千 500萬你們家的事情 我就是要跟你買 我就是要賣 賣爽的啦 就是要把它賣 賣爽的 只要收到股票就是賣 賣爽的 有人有這種 我說 那個叫做 那個應該講說 我們講雙重能格好 或是 或是 有一點 不太正常的 他就故意把它賣下來 這也不能換空啊 這也強盛不能換空 你換空你賺錢可以 有人就故意把它賣 為什麼 我看你 我就是把你賣下來 然後呢 這些人未來 我告訴你 有一天 我在想 因為我在盤 在 股票市場 2、30點了 這些人有一天 500、600萬我去買 買了又開始罵聖老師 下次你還要我收 你五百幾塊 六百幾塊 七百八塊 你為什麼要罵 因為 他可能說 那時候我300以下 我把它賣光了 就是可能現在這個時間 他再賣一張一張 我不相信你不跌 我就跟你一直賣 一直賣 賣到時候沒有 然後 以後上去300、400、500 他就追了 追了如果又沒賺錢 又不好意思罵 他賣了300以下的 然後五、六百再去追 那一定賠錢嘛 來一會就是賠錢嘛 賠錢就開始罵聖老師 現在有什麼要求啊 股東市場有時候想一想 其實有時候想一想 也要感謝這些人 為什麼 因為你把它賣下來 來 你把它賣下來 明天 ICS投雇這些錢 資本 ICS資本 外資的錢進來 你今天如果 一個講說 來 你如果按照我的解讀 如果 出現買進信號 今天已經第四天了嘛 一天兩天三天 如果每天都漲漲漲漲 漲到了 好漲到350、360 好漲到360 這裡才263 假設漲到363 那這些外資會想說 明明263附近啊 那我說我要開 這個ICS資本要來開會 要來開法收會 結果古教就先漲到360 漲到100塊了 你怎麼覺得 你們是不是故意啊 故意要讓我們外資買貴啊 是不是這樣子 人家搞不好就不願意買 所以我說 有時候 人生之中 有時候 我說 你看起來好像是危機 其實我認為是轉機 可是就是很麻 因為這種股票不可能這樣子啊 那為什麼又一張一張賣 你就一下子把它賣完 我說我常常跟我的會 因為我們每天都有在做價差 當然現在沒有 不是我的會賣的 因為我們會定一個價位 我們是一段一段定 到目前來 還沒出現賣出信號以前 我們不可能在這裡賣嘛 我們一定要等下一次來 下一次出現賣出信號的時候 不管你漲到哪裡 有出現賣出信號 我們就會賣 不管是賣 因為我們操作有一個 策類模類性買賣嘛 到了某一個價位 假設未來下一次出現賣出信號的位置 那我們會賣 那會賣多少 手上有多少 假設你有的 你可以來跟我們操作啊 來 假設你想操作六七二長勝的 來 來加入我們 因為股票市場 有賣有買 那未來就是大波段來尾操作 我也講過嘛 我說假設它緩彈 這裡緩彈 壓下來緩彈就158塊 它跌了多少 跌了差不多170幾塊而已 就緩彈158 這裡跌了230 我說隨便 隨便的緩彈 一半就好 就100多了 你如果你有30張的人 你有可能就像今天 假設你在今天賣的人 我在想今天你在這裡賣的人 我認為 除非你剛好 再把它追回來 或者這個點 在這裡賣的 我認為你看今天收版就好 你看賣293 2925 那這些收版就2965 做長勝賣 不要假的 不要想在裡面 我們說怎樣 在那邊打底賽 一塊你也好 兩塊你也要賺 三塊你也要賺 它就是個大波段來 從這裡下來 如果你這一波沒有做到了 未來出現賣出信號 一定要跟上 為什麼 因為它一段上來 有可能 有可能就5成 或是6成7成 不一定 0.5或0.618 或0.809 不一定 那壓下來再買 未來上去 如果到500億 有可能你來回操作 你不見得賣到500億 可是你賣出的均價 也就是來回做價差 你不一定要等到股價500億 你賣的價錢就超過500億了 所以想要操作的 有6、7的長勝的 來加入我們 那我們特別 只有今天 打電話 沒同一個時間再會